好 今天混亂場面還要來看到是國民黨立委 前逾間他是藝人遞佔了五位民進黨立委 現在還拿東西丟人 但是藍委呢 現在也指控說這個立委 中嘉賓和黃傑偷藏茶水間 立法院可以說是一片混亂 民進黨立委賴慧元 從後方伸手用力勒住 國民黨立委徐巧新的脖子 讓他瞬間說不出話來 只能無力的被拉來拉去 這一幕讓在場的人都超緊張 就連民進黨立委都擠著勸架 和賴會員爆發衝突後 徐巧新一臉狼狽的被其他人死死擋住 避免再爆衝突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在八號早上 再度排審選罷法修正草案 藍綠女將全力開戰 國民黨立委陳玉珍 甚至一人對上五位民進黨立委 你要幹嘛 你幹嘛叫我啊 你幹嘛叫我啊 陳玉珍戰力爆表不只試圖硬搶 郭玉琴手中的尖叫機 還對著他丟東西 面對網美會更是拳打腳踢 場面一片混亂 而他們拳擊在這裡 就是因為明明說好要開會 但招委高金素們以及議事人員 全都不見人影 讓民進黨質疑 是不是有人綁架了議事人員 只是這場會議 可自從一大清早就開戰了 多位國民黨立委破門而入經見民進黨立委 中嘉賓和黃捷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就藏在和會議室相通的茶水間裡面 一次是準備攻占主席台被國民黨當場抓包 中嘉賓在今天日出時間之後 白天到達立法院進入會議室 到茶水間喝水 任何質疑 請去問國民黨你們為什麼如此的偷懶 如此的懶散 立法院又開戰了 藍綠立委員們不僅站立 滿點也各出奇招 讓國會的暴力衝突再停一撞 接著來的陳明華 林宇拉正宏 宣言聲音小指台北長得到